一場裡頭有民眾受傷 甚至還吊著點滴 被救護人員搶扶上單架 並且立刻送醫治療 有民眾發文表示 9月4號原本要搭乘 土耳其航空TK-24班機 從伊斯坦堡要飛到臺灣 但是因為有一些問題 延遲飛行 無法趕上轉機 最後是在9月5號 再搭乘TK-24班機飛往臺灣 根據旅客的說法 一開始其實都是正常的 但是突然感覺有亂流 不至於不舒服 在降落前的兩個小時 開始發餐 突然整架飛機 疑似發生了失重的狀況 全部的餐點通通都飛起來 甚至還有沒有寄安全帶的乘客 被拋離了座位 所有的東西 手機 耳機 包包鞋子 通通都飛起來 還有乘客疑似頭部 去撞到了天花板而受傷 搬機最後是在5號晚上6點多 抵達了桃園機場 而目前的初步了解 有5名傷者 而其中1名傷者在入關之後 由救護車後送 林口長庚醫院治療